特别是问水哦 水可以解离是没有错的 水的解离度很低 叫轻微解离 大概五亿五千万分之一 可是就算水解离了 它也不会影响PH值哦 因为PH值是不是 氫离子或OH负离子 它的比例 我同时产生 一样多的氫跟OH负 所以水的解离 对于氫离子能度会变多吗 还是OH负的比例会增加呢 都不会的 水的解离不影响PH值 因为它对于氫跟OH负的增加 是等量增加 各位还记得PH值的定义吗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有点忘记 这其实不该我说 分支这个 然后呢 取LOG值 你这二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我乱写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吧 所以它是笔子 就是说氫 等一下 PH值上过了吗 好 这样子 我把氫离子跟OH负 当作分母 如果氫离子比例增加了 偏酸 我的OH负比例增加了 偏减 可是水的解离 对于氫跟OH负 一样增加 并没有改变比例 所以水的解离 不影响PH值 水的解离 不影响PH值 好 我讲完这句话 各位有疑问吗 没有就好 因为有些学姐会拿一些题目说 好像有些说法 有些物质 必须跟 有些物质表达出PH值 跟水的解离有关系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疑问 我就不用说那么多了 好 以上是29题 29题还有问题吗 没有 有些物质